唐朝贞观年间 五谷丰登 国运昌盛 百姓安居乐业 这年盛夏 一场瘟疫忽然在山东灯中一带 蔓延开来 得病之神四肢无力 呕吐不止 许多人不致身亡 当地官府 青睐很多名医 却都无药可治 这怪病 闻所未闻 老朽也无能为力 无奈之下 官府只得将病人 隔离在郊外的广郊寺 一日 观音菩萨云游到此 听到凡间哀嚎声不断 开天眼一看 只见广郊寺内 到处都躺着重病百姓 观音菩萨 他见此情景十分不忍 于是便化作一个卖药老翁 来到寺内 看望病人 卖草药 保持百病的草药 老人家 老人家 此地有瘟疫病人 您禁不得 当心传染 罗门清静之地 谁在此吵闹 华师 无奈云游郎中 见此地瘟疫严重 死伤无数 过来看看能否帮忙 阿弥陆 阿弥陀佛 我是寺院住持方丈 既如此 也有劳这位施主 于是方丈便带着菩萨来到的后院 你只需将这颗药放入国中间后 当众人服下 只需一天即可药倒病除 我佛慈悲 希望这药能救众生脱离苦海 施主 今晚你且住在老那禅房对面 明日再行商议 第二天早上 方丈正在禅房打坐 忽然听到外面一阵欢呼声 师父 师父 快出来看哪 大家的病都好了 方丈开门一看 昨日还延延一息的病人 现在全都好了 个个身容活物 特来点换我的身衣去哪里呢 老夫在此 菩萨 在众生面前陷了真身 这时大家才知道 原来卖药老翁 竟是观世音菩萨所化 下凡救度百姓 大自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显灵了 而等饱受瘟疫之苦 只因心中正气不足 贪婪享受 不懂得行善积德 不懂得行善积德 礼尽三宝 人将菩萨留下的草药熬好 免费送给患病之神 疫情很快解除 灯州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人们把观音菩萨 诗药救度的故事写成书籍 广为流传 百姓感激观音菩萨的救命之痕 在广交寺 供奉了一尊诗药观音菩萨 寺庙香火鼎盛 信众如云 当地百姓纷纷改过自新 广行不失 虔诚信佛 这次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诗药观音